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不同肌肤的特点 咱们从第一个 干性皮肤 干性皮肤就是毛孔很小 皮肤干燥无光 缺乏弹性 皮肤容易有细小的皱纹 易老化 对号入座一下试试 感觉好像是小亚老师 乍兴 连易老化都不想我自己身上贴 对 我就是易老化的皮肤 实际上干性肌肤 它的补水的重点 就是在于保湿 不是补水 是保湿 它的重点为什么在于保湿 是因为由于我们 已经是干性肌肤了 我们都知道要补水 自己干自己肯定要喝水 喷 要涂 但是为什么你不停地补 还是很干 流湿了 流湿了 因为没有锁住它 没有锁住它 所以保湿其实就是一个 锁水的动作 我们在涂完 仿佛水和补水精华之后 我们上一些乳液或者是面霜 比如说干性肌肤 我是推荐面霜 它的滋润度更高一点 你涂这个滋润度更高的面霜 配合你的手法 然后把手搓热 让它均匀地去吸收到你的面部 实际上不会犯油光 只是觉得很有弹性和光泽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中性皮肤 中性的皮肤就会是 皮肤平衡性比较好 毛孔细小 纹理细腻 皮肤光滑 有弹性 完美 是谁啊 好完美啊 中性皮肤是我们大家都 最想达到的一个理想状态 然后呢我们看中性皮肤的时候 其实你不需要过多的注意 你所需要注意的重点就是清洁 你只要把面部 无论你化妆也好 或者是你白天在空气中 受到的微服务的这个影响也好 把它清除干净 不至于堵塞毛孔 其余的做我们的常规护理就可以了 明白了 然后油性皮肤就会出现毛孔粗大 爱出油 有粉刺 但不易产生皱纹 油性皮肤的话 我们的重点就是在于这个控油 因为你已经有油了 你要控制住它 但是控油不代表过度的清洁 过度清洁会让你的水油不平衡 我们油性肌肤是外油内干 实际上你肌肤是缺水的 但是它缺水就表现在出油上 水和油的天平 清洁了 水少了 油多了 所以它以出油的方式告诉你 我缺水了 不可能 对 我好渴了 要喝水 所以说油性肌肤呢 我们注意控油 我们可以多选用一些 质地轻薄的水乳产品 另外的话呢 不要过度的清洁 正常的清洁 正常的去角质就可以了 明白了 敏感性的皮肤呢 是角质层薄 真皮血管网浅 所以受到刺激 就会发生红肿 脱水等症状 我动不动就要脱水 对吧 敏感性吗 特别敏感 敏感肌我觉得补水的重点 就是在于 温和 安全 不刺激 而且呢 我们在用的产品上 也建议选择一些 国家认证的 安全的 无酒精 无香精 无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 对 而且呢 还要注意我们要远离 酸性的东西 因为果酸类的东西 它虽然可以美白 但很刺激皮肤 尤其是我们敏感肌慎用 还有一个就是混合性 脸颊清爽 T曲总有明显油光 额头和鼻翼两侧 长长痘痘 不 它说得太好了 我的状况是属于 U字型的地方 在脱皮 因为干 然后甚至这一片地方 有时候啊 经常是觉得皱起来了 微笑就皱 然后但是鼻子这里边 就不停地在搓油 直接可以搓泥的那一种 所以我买所有的东西 还是要分成控油的在那边买 然后再保湿的在那边买 就是所有人家买的一样东西 我要分两样来买 然后分两种来涂 其实刚刚小玉给自己的提案 是非常非常符合 我们混合机的标准做法的 就是分开护理 我们在油性的地区 我们就要注意它的控油 我们在干燥的区域 我们就注意它的补水 它的滋润 其实这样分开护理的话 就可以了 那刚才我们说到在换季的时候 给皮肤补水 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吧 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女性 她会有一些所谓的 自己的独家秘方 自发言创 对 当然可能有些是管用的 有些是不管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一个 这个判断的环节吧 我们看看哪些是误区 哪些是正确的 然后错误的话 依然还是会有惩罚的 因为我们对大家真的是很好的 是 我们为大家又准备了那个 特别清热解火 然后 好开心 对的 补偿 我先走了 来 第一条 敷面膜的时间越长越好 正确吗 不错 可能 都觉得是不正确的 对 来 范范老师解答一下 对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我们一般知道敷面膜的正确时间 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 如果我们敷的时间较长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反吸收的原理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的面膜 这种无纺布之类的材质 照在脸上 它会造成我们的皮肤 对于氧气的吸收不是很顺畅 而且呢 一直敷着的话 我们的这个皮肤 吸收能力有限 吸收不掉的营养成分 就会变成营养过剩 是方力啊 或者是引起过敏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特别是 我们在秋冬换季的时候 大家觉得肝 会刻意地延长这个敷面膜的时间 觉得把精华全部吸收了 摸一下 都没那么水润了 才把它丢弃掉 实际上 这个面膜变干了 不见得是你的这个皮肤吸收的 有可能 可能是蒸发了 对 它就是空气把它蒸干了而已 而且你的面膜质 已经干燥了的时候 你刚刚吸进毛孔的进发 还会被它倒吸出来 来 我们来看下一条 油皮不需要补水 这种说法对吗 不是 西木也需要补水 要不要补 特别是要补水 不然更油 油皮要不要补水 要补水 要补水 要补茶杯 不就会打腿了 到目前为止 你们居然还都没有喝到这个 好爱 好期待大家赶紧喝 如果我们没有人答错的话 怎么办 想要喝 出几个喝 好嘞 也不是不行 变成一个苦西红水 好 需要养成去角质的习惯 正确吗 要不要去角质 你看 分歧就产生了 那到底需不需要去角质呢 要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对 补水吧 有你的海色 天哪 终于有人可以喝到苦茶了 你就是想喝苦茶 补个水吧 小哥哥 来 先补个水 可是这杯也太大了 够意思 你就把它 盖身 我的妈呀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么苦呢 今天这个真的很苦 你看这个颜色 今天的醉杯茶 叫喝火的味道 对 这是智慧 你喝的不是苦茶 是智慧 苦尽甘蓝 那我们还是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了 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养成这种去角质的习惯 对 因为我们的角质层过后呢 其实是会影响我们 对于护肤品的吸收 虽然大家现在都有了 去角质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很多人 对去角质这个动作 是不规律的 就我想起来去一次 可能间隔一个月 也可能间隔一周 实际上这个对你的皮肤 会造成很大的侵害 我们要做的是不仅去角质 而且规律的去角质 大概的话就是一周一次 或者是两周一次 按照你自己皮肤 角质层的情况而定 那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 关于换季的时候 补水的话题 那也想接下来把任务 交给我们的几位嘉宾 对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要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为了这个提案 还特地附诗一首 不好意思 我特地附诗了一首 半老师 是这样的 皮肤缺水不用怕 水果灭膜敷上它 再来一个加湿器 皮肤水嫩又光滑 太好逆了 你就是到目前为止 在我们节目当中 最压韵的一首 还有我的提案 今天我这个提案 就是让你随时随地 都能感受补水的美妙感 好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